《海報》 我那時候拍的戲 我很希望有阮大勇來畫的海報 《此與物此之間》 他做了這件事出來 《海報》的重點性就是 現在的港貧是吸精 他畫每一張都是藝術品 你如何在一格畫面上 傳達到一套戲的訊息 《海報》 人的光暗、頭髮 全部的觸感很準確 是一個現代插畫的誕生 《華語片》最輝煌的時代 李小龍、許冠文、成龍、周潤帆、周星馳 最好的電影都是阮大勇畫 一下一下光碟 你看到快面 但你遠看看到他很有趣地佈局 坦白說也差了不少 他去了哪裏真的不知道 是無從稽考 咦? 來了! 畫畫 一定要用手 打掌揚的手 有時我都跟別人說 我不是真的喜歡畫畫 但我喜歡畫畫 我喜歡那些人 我爸爸說 畫畫是找不到成的 找到虛冠的虛冠文 可不可以給我機會 雖然我現在都很簡潔 許姊兄弟 現在的電影 海報都不知道在哪裏 現在很多人都用手機看 又不用給他印 又不用給他乾 時代進步 是不是要將 所有以前的東西淘汰呢 宇宇先生其實對電影界 是很大的貢獻 那時不是那麼尊重創作 創作海報的人 厚無耐者 每個人都用電腦 或者改圖 沒有人願意 用那麼多時間 去做一張海報